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佳能1117旁轴相机31.7镜头的拆改方法 由我们联众自主研发的佳能1117旁轴相机31.7镜头的自助改口配件 精度高操作容易价格相宜 在动手改口前,我们要先准备好改口必须的工具和材料 1.佳能1117旁轴相机31.7镜头的自助改口配件一套 2.适当的小螺丝刀、尖嘴钳和剪钳等工具 现在我们开始拆改镜头 1.首先要把镜头从相机上拆下来 我们先用尖嘴钳拆下相机的自拍杆 掀起两边的视皮 就看到有四颗螺丝显露出来了 拧下这四颗螺丝 将相机正面的盖分上下拨出 然后打开相机的后盖 在里边这位置的四角各有一颗螺丝 用螺丝刀拧下螺丝 盖上相机后盖 翻转机身 将镜头拔出来 用剪钳将连着机身的电线和这块铝片剪断 镜头就脱离机身了 我们再将镜头反过来 逆时针方向拧下镜头这个配件 用螺丝刀拧下镜头这位置的两颗螺丝 再用钳子将这位置的螺丝慢慢拧下 然后再用钳子将这螺丝拧上 圆拧下螺丝后留下的口上拧紧 然后将此位置的拨杆往右拨到镜头 再用胶水粘牢即可 二接着就要去处理镜头的快门了 我们用尖嘴钳卡在镜头前端装饰压圈边缘上的锁环 往逆时针方向拧下此锁环 揭开前面的组件 再用尖嘴钳将镜头前镜组拧松后 用手将镜组拧下来 就看到有一个莲花状的压环 在莲花压环旁边有一个半圆螺丝 用螺丝刀拧半圈 再用尖嘴钳拧下莲花压环 将前端的配件和调速盘取下并按顺序排好 一定要记下这些配件拆前的状态 以便安装时不会出错 然后将这弹簧拆除 将这位置的螺丝拧下 取下这零件 就见到快门的拨杆了 将快门拨开后 用胶粘牢快门拨杆即可 接着就可以装回拆下的调速盘 在装调速盘的时候 要留意这些杆要突出调速盘才行 然后装第二个配件 这第二个配件上有一小孔 一定要对好这位置并放平稳 将莲花压环拧上 莲花压环的正反面不能搞错 拧紧后再将莲花压环旁边的半圆螺丝拧回半圈 锁紧莲花压环 然后将前镜组装上并拧紧 安上装饰压环 此压环有一个卡口 要卡在此线位钉上 再安光圈调节环 这调节环上也有一个卡口 要卡在光圈拨杆上才行 最后将锁环装上并拧紧 就进入镜头改口步骤了 三 最后我们就要安装1117自助改口配件了 我们将配件套上镜组后端 较对镜头光圈所处位之后 拧紧配件上带有的三颗螺丝及完成改口 镜头改好后 我们转动镜身就可以调教了 光圈调节在镜头的全端 这就是镜头改好后的样子 和镜头装上相机上的样子 感谢各位引游的观看和分享 更多自助改口教程陆续推出 感谢各位关注